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就讓我們跟著藝傑藝術的藝術總監 沈梓傑AKA動物樂團台灣特派員 讓我們一起聊音樂 認識樂器吧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樂器非常特別 是動物樂團裡面 最帥氣的那個樂器 然後今天我們也請到一個非常帥氣的 小號老師來幫我們介紹 我們歡迎蘇寧全老師 哈囉 嗨 老師啊你手上這個樂器 跟動物樂團的獅子先生 是一樣的樂器對不對 對 小號 印度詩先生 By Lion 這個樂器在樂團裡面 你常常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這個樂器的存在 老師稍微跟我們介紹一下小號這個樂器吧 小號樂器呢 它是屬於也是同管家族的樂器 那它呢 聲音呢 是屬於同管家族裡面音域比較高的 也比較響亮的音色 也穿透力也是最強的 所以呢 常常我們想到的就是起床號碼 或者戰爭裡面中的信號 阿撒 我們才用小號因為它穿透力強 可以讓所有的士兵可以聽得到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小號在裡面 在樂團裡面大部分都是擔任主角的一個角色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你知道 學小號的 先生就是 當主角的命 對不對 跟獅子是一樣的 對 跟獅先生一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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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老師你自己也是我們動物樂團的粉絲 你帶小朋友來聽過幾次音樂會 八次 八次 你覺得動物音樂家們的演奏非常好玩嗎 很不錯 有很多的 互動 跟小朋友們之間的互動 還有很多去音樂上的一些 用音樂來玩跟 用音樂玩遊戲 玩遊戲 跟吉拉音樂家玩遊戲 也讓小孩子可以感受得到 還蠻有趣的 小號的樂器 從發明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不一樣的變化之類的 其實小號呢 他其實歷史是相當的久遠的 他真的被發現的時候 在最古老時期 是在法老王 那個埃及的法老王 在一個法老王的那個 土坦卡蒙的墓室裡面中 被找到的 目前這個 這個詛咀的文物 被收藏在開國的美術館 那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歷史上呢 他知道文藝復興的時候 小號開始出現了改良 開始提高了他的地位 就是有在皇室裡面中演奏 第一首古典樂曲 最有名在宮廷裡面就是 海盾 將調小號寫奏曲 其實最早的詩期是從巴洛克時期的小號 巴洛克時期的小號 長很長 他沒有按鍵 他只有一些氣孔而已 按鍵小號呢 是在超十九世紀初的時候 有德國人 Storzer Storzer 所發明的 一個活摘裝置 那其實一開始不是這種小號 就是像這樣子 比較小 每一支都跟我們介紹 桌上 這邊有好多好多支不一樣的小號 稍微跟我們介紹 每一支有什麼不一樣的分別 我沒有巴洛克時期小號 所以我就從巴洛克時期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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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特性就是比較小 他的聲音呢 比較暗沉一點點 然後他的耗嘴呢 是屬於比較小的 注意看 比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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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開口 比較細一點點 對 比較小 這個比較粗 管劑 副歌浩 副歌浩也算是小號家族的一員 但講名字的話 我可能不會覺得他們是同一個家族 他的音色呢 更低沉的感覺 比較厚 對 對 很可愛 很可愛 很小一支 這一支呢 其實叫高音小號 專門吹比較高音域的 那大部分的高音小號呢 常常寫作都是 吹一些巴洛克時期群 也讓大家猜猜看這段 好 是個卡通喔 這段是出現哪個卡通的 知道嗎 知道的話 在下面留言處留下答案喔 其實是算玩具的 這個叫Pocket Trumpet 而且軸距比較短 小孩子常常 尤其是初學小朋友 常常 在學小話的時候 好重喔 然後就給我放在大腿上 演戲演戲 通常初學者會用的 正確來講 也有人 使用 再給小的小朋友 然後拿 Pocket Trumpet 成功 演唱 我看到那邊有一個像擦骨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啊? 弱音器製造音色的效果 所以除了可以模仿馬膠之外還有別的音色嗎? 就馬膠而已 其實我們家像我們家小孩子 我其實在他幼稚園時期 中班大班了 四、五歲左右吧 四、五歲左右就很好玩了 只要牙齒長好固定好了 就因為這個浩子就有可支撐了 嗯 就可以吹了 我其實也是從大班就開始學了 你自己從大班就開始吹喔? 哇 那你吹非常久 年齡算是大 大約我兩年 哈哈哈哈 開始下班 好 好喔 那如果大家對小浩這個樂器有興趣啊 不妨可以再去多多找他相關的資料喔 那今天呢 我們有請老師幫我們要帶來一首小浩的曲子 那這首曲子是 小浩情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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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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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